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的研究員 我就要去國任 那我其實就是大概2005年 就因為垃圾的關係 然後就參與社會運動 那後面我也是農政的成員 所以過去包括大庫等等 大家可能聽過的徵收案 那時候我都算是主要的 陪伴和協助的工作者 那今天有兩位另外兩個團體的 非常厲害的工作者跟律師 一個是台灣全主經會的居住全員 專員於余嘉 那另外一個是台灣的新宿生態學會 的專制律師郭鴻宜 那我這邊不佔用太多時間 我今天好像應該是做 議員跟主持的工作 那我們今天其實要談兩個案子 跟一個制度 這兩個案子就是現在北台灣 兩個最大的區段承受案 跟土地開發案 一個就是我們在台北這邊的社子島 大家應該知道社子島在哪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桃園的航空城 就在大遠還有機場旁邊 那這兩個案子其實規模都相當的大 社子島大概有將近四百公頃 三百九十 三零二公頃 那龐空城是十倍 三千多公頃 那牽涉到的家戶 社子島大概有一萬多的人 那整個航空城大概有三萬到四萬人 會因為這樣的案子被搬遷 就像大葡那樣子 會因為這樣子的徵收案子 面臨搬遷的問題 跟徵收的問題 那我們過去這三個組織 跟我們這三個工作者 其實就在這兩個案子 大概這一年半年是主要在寫出這兩個案子 這個工作者 那我大概很清楚 我還記得我有包括跟相關的議員 或跟相關公務員在講的時候 我都說這兩個案子其實 因為一個是鄭文燦 那另外一個是鄭文燦 其實就是這兩位 看起來很有可能 之後會進主大位的 這兩個未來的台灣的一個人權的考驗 如果我們說當初大補 這個案子是造成這個郭英納沒有辦法 在上一次前一輪選舉 獲勝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他們沒有通過這個考題的話 那再來這兩個案子 其實就是克文哲跟鄭文燦 在他們前進從他們自己的步上 我相信會是非常有助更重大的考驗 那他們兩個能不能通過這個考驗 其實我們也一再的在想說 有一個關鍵就是 能不能在我們今天等一下要談的 社會影響評估 這個制度上 在這兩個個案做出突破性的 典範性的一個算是試驗或做嘗試 其實就可以考驗到底這兩個 我們台灣有可能未來 在四年後的這個領導人 到底通不通的過 或有沒有最基本的人權的概念 那等一下社會影響評估的制度的內容 宏儀跟李嘉慧做仔細的介紹 那我其實就很簡單講 就是說 我們大家有聽過環境影響評估嗎 這應該聽過 那可能比較少聽過社會影響評估 但是其實就是同樣的概念 環境影響評估就是針對 開發行為對環境的衝擊 要做評估 那評估完之後 環境說有什麼樣的衝擊 然後提出減緩的方案 然後去 然後整體來看看這減緩方案 有沒有辦法 或有沒有減緩方案 可以處理這個開發案 對於環境的衝擊 那社會影響評估其實也是一樣 但是它的標的是社會 其實也就是人的 包括我們的經濟的活動 包括我們文化 或包括我們對這個整個 比如說對人口結構的改變 產生結構的改變等等的 我們同樣的 這些社會面的東西 也會因為開發行為 而被衝擊 那當然這個真摯案是最具體的 就是人要被擺監 那其他像剛才我聽說 有黎安風店 黎安風店會對漁民 的這個漁業的行為 會有影響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社會影響評估的範疇 過去大概台灣在社會影響評估這塊 做的還是相當的簡陋 所以等一下有些細節 就會讓兩位來跟大家說明 但是最簡單的就是有個概念 人生病要去看醫生 知道什麼病才拿藥 才能解決你的病症 那社會影響評估跟環境影響評估也是一樣 就是開發案會造成什麼衝擊 你要經過醫生看著 診斷你的症狀 這就是評估 評估完之後 他會給藥方 這個就是減緩方案 然後看能不能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評估 這個社會影響評估邏輯 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那台灣檢核延似的狀況就是 大家都沒有去做診斷 直接拿成藥 像徵收就是 我也不會診斷 我也不會評估 反正就是徵收就是這些補償方案 那到底有沒有辦法真的減緩 譬如說徵收案的社會空間 或者是可能評估完 真的仔細評估完之後發現 沒有辦法減緩 那是不是要暫停 這樣子一個制度上的操作 其實在台灣還是相當的缺漏 那也缺乏一個典範性的案 那其實在現在航空層面設置到 是幾乎是可能未來二十年三十年 台灣最大的典範案 那到底這兩位 有望進竹大衛的這兩位首長 有沒有辦法在這個時候 做出關鍵的決定 其實是不只影響這些 我們在座幾位先進他們的 基本的身份權 其實也影響到社會影響評估這個制度 有沒有辦法在台灣真的被落實 有一個被落實的機會 所以我其實簡單先講到這裡 那等一下呢 我就會先邀請 先由一家來為大家說明 一個還是會講一下航空省的個案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跟在這裡面 社會影響評估有哪些問題 然後再來才會請洪一 那洪一他會比較 他會講更多關於整個社會影響評估 國內外怎麼樣被定位怎麼樣操作 那他也會講下車子 一些個案 那要請讓他包含 因為這個 投影機目前還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沒有情報 但是沒有情報 才可以發揮講者的威力 今天兩位講者有相當的威力 所以他應該不會睡著 然後不要太早 要先領下電話 會後再要 好 教委講 聲音嗎 因為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這個年頭 大家有沒有參加過 沒有投影片的簡報 有 好 那你們的經驗應該比我豐富很多 因為我本人是 從大學至今 從來沒有參加過一個 需要上台演講 但沒有投影片的狀態 那我們改變一下遊戲規則 就是我可能會需要 我會問大家問題 那 我還滿害羞的 所以呢 就請大家就是 主動一點 不然我們會非常尷尬 然後就會彼此非常痛苦 那我今天 一定會很痛苦的 他尷尬的時候 你們就會理解那個痛苦的感覺 那 我今天其實主要要講的是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還是想要介紹 韓空城的這個案子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我其實是會稍微談一下說 目前韓空城的這個案子 他的 以遵守案來說 我們認為他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然後跟第三個部分 會從就是他的環評的書件裡面去談說 那我們剛才講的那個社會影響的部分 到底他怎麼樣做 目前的官方出來的這個社會影響 他到底是怎麼樣呈現的 那再來就是今天 我的這個分享會分成三個部分 然後先跟大家講 那如果我忘 中間等一下如果很不幸我忘記的話 現在出現藍色了 好 非常期待 如果中間我忘記的話 你們可以提醒我 那另外一個事情是 因為如果等一下東西都修不好的話呢 我跟洪怡的同影片是可以給大家的 就是在等一下那個出去的地方 有一張紙跟一支 必可黑色的原子筆 然後你就留下您的 請用工整的字機留下您的email 如果無法輸入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這樣 好 那雖然投影機還是跑不出來 但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這個前面的投影幕上 那我們就 目光在我身上吧 謝謝 大家有聽過投影韓空城嗎 有 好 好 來 這位點頭的這個 穿著 灰色 灰藍色 灰藍色 就是你的先生 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已經到了航空城的內容是什麼 隨便講 你隨便講怎麼都會對 就是取斷出手啊 好 你用了我剛剛講的話 好 算你過關 還有誰 那航空城到底要做什麼 你舉手對不對 他們有間廟 人都搬走跟紙森藍廟還在 哇你聽到的是多久之前的笑聲 沒有 對 有人在google 好 還有誰 欸 昂空城到底是為了做什麼 要做去亂整首啊 來 哇 後面的那位朋友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大家知道 潮原機場現在有幾個跑道嗎 兩個 因為做第三跑道 所以現在有三個跑道 你們很棒 那你們知道第三行下跟第三跑道 是不一樣的東西齁 招標 招標不出選 一定是第三行下 然後現在 桃園航空城要做的一個核心建設 是第三跑道 那我今天不會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們民間團體 認為第三跑道 他的建 新建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可能會跟我們的 客戶運量等等 客體有關 那我們要做第三跑道嗎 那你知道桃園航空城 怎麼會要徵收幾個 因為我術權非常不好 所以我本來已經選定了一個標的 就是小琉球 大家有去過小琉球嗎 大家有聽過小琉球嗎 大家有聽過小琉球嗎 好 大家有聽過小琉球的人 舉個手吧 舉高一點吧 這邊有一個 藍部的代表 而且我知道你是我的暗中 你可以回家 跟我們男伴族的抱怨 你來猜猜看我們 桃園航空城的範圍 總共要 總共是幾個小琉球 用起來的 欸我不知道幾個 我要看一下 二十個嗎 二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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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剛剛有說 有去過小琉球的代表 救命啊 來 那就你了 你再猜一個數字 五個 五個 我已經忘了是幾個 你知道我非常 非常的 茫然 好 好 大概整個桃園航空城的範圍 是六點七個小琉球 比較整整的範圍大概是四點六個小琉球 大家看了就是總共是幾個大森林公園呢 沒有人要猜好尷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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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很棒 七個 七個可是 你有去過小琉球嗎 不要笑他 十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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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再猜 繼續繼續 再往上 我們按中標舉手 為什麼會來按中標舉手 再往上 十五喔 那 你猜一個數字 二十 欸 三位數耶 各位朋友 是個三位數的數字 來你猜一個 一百 一百很接近了 大概是一百二十三個 就是大森林公園 所以我們剛剛說 從那個地灘跑道 到要徵收 一百二十三個 大森林公園 或者是四點六個小琉球 有沒有人覺得 中間場地怪怪的 還是只有 從頭到尾都只有 明天場地覺得怪怪的 還是很抽象對不對 怎麼辦 有人住文山區的嗎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你可以回來了 我已經很努力了 大家應該已經有一點 對比那個 航空城的概念 謝謝 謝謝 好 好 趕快看 從哪邊開始 好好好 好 謝謝 好 那我就坐著囉 謝謝大家 好 航空城要做什麼呢 其實本來有一個影片 但如果時間的關係 就是如果我們等一下有空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官方的這個 招商的宣傳影片 那其實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航空城它其實最主要 要做的東西其實就是那個地灘跑道 那椅地單跑道就是整個 等於說整個機場要進行一個升級 那如果機場要升級的話呢 機場就會帶動很多相關的產業嘛 比如說 官方最喜歡講的就是物流啊 或者是ICT之類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巨大的都市計畫 那它是用這個 它的概念上是用 我不知道你們比較喜歡 剛剛那樣還是現在這樣 但是我比較喜歡現在這樣 就是覺得剛剛那樣才太痛苦了 好 就是中間那個飛機的部分 這個是未來的機場 然後它的旁邊就是 這是一張都市計畫圖 然後它其實整個是要用 就是整個機場的這個 核心的功能去帶動就是 他們想像中這個周圍就是 全部的這個產業的升級 跟製造一些就是新的都市 新的住宅區、商業區 還有產專區等等 它是一個巨大的都市計畫 那鄭文燦市長最喜歡說的話 就是他想要把原本在機場內的 就是這些專門的設施 然後把它擴展到就是 周圍外面的這個外衣的效益 帶來精進的成長之類的活動 那聽起來就是非常的美好的願景 那其實剛剛一直想要問大家說 這麼大的這個徵收範圍 所以我們其實是覺得相當 我們其實是覺得相當不合理的 那你要坐機場就坐機場 你要坐跑道就坐跑道 我們先不講說這個 坐機場或坐跑道 它到底有沒有實際的需求 那為什麼這個實際的需求又很重要呢 是因為其實這個上面 我們也不是填牌灶 我們就算是填牌灶 它也會有環境跟社會的議題 那這上面其實現在是有人住的 那它這個目前住的範圍 大概是接近有4萬人 然後目前的這個計畫範圍 剛剛這個4561公頃 剛剛一直在問大家這個範圍 到底多大呢 就是 它好像少了兩頁 我看一下喔 對 對不起我也是一直 等一下 而且我最近不會用 我要冷靜一點 啊 為什麼它會沒有辦法 等一下喔 它停不下來 它停不下來 它很緊張 大家反而一下 對 謝謝大家 有機器會競爭 對 好 那我在這邊好了 因為 好 所以它其實是整個台灣史上最大的都市計畫 因為它範圍是4000多公頃嘛 所以它比一個文山區的範圍還大 以台北市來說 就是每一個行政區是有一個自己的都市計畫 所以它其實如果 差不多 大安區比它稍微大一點點 所以它的範圍其實是很大 然後它的主張就是說 它是 如果你看它的那個招商影片 就會說它是十大健身後最大的這個 國家建設打造的12個捷運站的這個獨會區 那 嗯 捷運站的位子就是在這個 其實最主要會開的部分就是綠線 那藍線是那個現在的機場捷運 所以它不只是要說 都市計畫它還要順便開捷運 這樣子 然後它就分成了不同的區域 比如說它有這個 旅運及產銷園區 再 1 然後接著它有一個行政跟商業的服務區 然後再來是一個物流經貿園區 然後一個產創園區 跟熱火住宅區 大概它的想像是這樣 那你大概可以從這個 項目裡面去想像說它大概要做什麼 那你跟問我說 確實在到底要做什麼呢 其實都市計畫書裡面也顯得蠻 就蠻簡略的 就比如說熱火住宅區的機構 就是優質的這個住宅的空間 那你當然會想問說 那我們偵收既有民眾的房子 來做住宅區 到底會不會哪個怪怪的 就是它其實有蠻多的可以思考的點 那總之我就繼續講 然後這個是目前的這個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張圖跟剛剛的這張圖 這張圖好像彷彿這個地上 就是很美麗的色塊 可是其實它現在這個空拍其實長是這樣 就是Google的衛星航照那個模式 那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土地上 其實現在是有人在使用的 無論它是可能 綠色的部分可能它是農業使用 或者是我們比較熟悉的白色的屋頂 那個就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那這個我想要一直想要 是這個地方就是已經有人在用 而且是有人存在在那裡的 那這是一個還蠻重要的社會事實 那這個就是剛剛的那個小琉球吧 就是其實一個小琉球大概是680公頃 那我們其實整個航空城的範圍 是6.7個小琉球 那它徵收的範圍是4.6小琉球 因為它中間有一些 既有的那個機場的範圍 它是被扣掉的 然後跟這個 我看有沒有哪張圖比較清楚 跟這一張圖有一個 底下也有一個蠻像跑道的地方 在這裡 這裡 這個是海軍基地 它也是一個蠻大的就是公有地 在這個航空城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兩塊扣掉之後 反而是剛剛那個4.6個徵收區 但你還是可以顯示 整個都市計畫範圍 它有極大量的土地 只要用區段徵收的方式來去的 好 那其實接著就想要直接跳到說 為什麼我們到底有哪邊不合理 那我們就 我這邊就簡單舉幾個 就是我們通常會講 你該評估說它不合理的這個點 的幾個 滿常用的 滿常舉的例子 就我們不進入一個很細節的部分 就從一個比較簡單的外觀直接來說 就比如說以住宅區來說 他主張說他目前我們需說595公頃 那要容納18萬的計畫人口 我們不挑戰他的這個18萬的計畫人口 是哪裡來 因為他現在住4萬 然後他未來說要住18萬的人口 那其實在過去接近10年的過程之中 民間團體已經講過五數次了 就是台灣的人口即將反轉 到底這些人會怎麼來 那桃園市府跟江湖部其實一貫都是說 我們桃園市是所有城市裡面最年輕的 我自己也是桃園人 就是自由城市平均就是最年輕的一個城市 一個六都市中最年輕的城市 而且他的人口的這個 成長的速度也都超過國發會的預期 所以我們簡單來說 我們今天不挑戰這個18萬的人口 那如果他推估說就是民國115年 留美戶大概是2.53人 所以計畫書說說那我就扣掉那個0.03 就算2.5人好了 那這樣子18萬除以2.5大概是7.2萬戶 那目前桃園市的平均的建坪是50坪 就是165平方公尺 那總 7.2乘以建坪165 然後算起來之後大概是需要 樓地板面積是1188公頃 那容積率200%就是指說你 1坪的土地可以蓋出2坪的房子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應該大家對於這個應該還蠻熟悉的 所以大概總要的需求大概是 595應該還是一個第一 比那個1188直接數以2 應該稍微少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哪裡有問題咧 進入一個Q&A的環節 這是我當年就是 做這個工作交接的時候 第一個被問的問題 你家裡覺得你還有問題 我就打不出來想說天哪 所以工作可能不妨做 有沒有覺得哪裡有問題咧 所以你剛剛從哪裡來 我剛剛已經說不問他人從哪裡來了 雖然說他人從哪裡來 他超了一個公司 那公司是錯的 我覺得非常恐怖 非常的恐怖 看不出來對不對 沒關係我當年也看不出來 你現在看不出來沒關係 也許之後你也可以做我的工作 就是 好我們就是從這個地方來拆解 我們拆解的點是從這個 建平均建平165米方公尺來計算 其實如果按照他這樣子的推估 未來就是這個 航空城的都市計畫裡面 平均一個人可以住20坪 20坪 20坪 20坪大概有概念嗎 一個套房 在台北一個套房大概是4到5坪 所以如果你在台北市租屋的話 大概就是4到5個套房 平均一個人可以租這麼大 那其實如果從這個住宅會報的統計來看 大概整個全台灣的縣市平均 來看總計 你看最上面那個 就是大概是14.67坪 然後大概最大的應該 好像是中南部的縣市吧 你看我這個天龍人 中南部的縣角不出來 我記得有平均最高的那個面積 應該是18坪 就簡單說 我們這個都市計畫裡面的 這個平均住宅面積是史無前例的非常的高 那到底怎麼樣就是比較合理的計算呢 我們認為應該從這個每個人的平均居住面積來看 那這個平均居住面積絕對是高 你就是內政部公布的最低生活水準的需求的這個面積 因為其實20坪真的很大 所以如果你加4個人就80坪 我光想到如果要打掃應該就會崩潰 就是這樣子的面積其實是滿不合理的推幅啊 那我們認為就是比較合理的計算的話 是其實如果是從就是人均居住面積去逆推的話呢 那其實這樣子整個逆推的結果的話 會比整個計畫要輸少139坪 那這個是住宅區的部分 然後再來其實 其實這個航空城附近有非常多的都市計畫 而且每一個都市計畫他們當初在寫的時候 或是在審定審議的時候呢 他其實都特別強調說他們這些都市計畫 他基本上都是要搭配整個桃園航空城的這個發展 所以他的這些住宅區其實也是為了容納就是 為了期待吸引的人口 這有算公社的保留地嗎 他有其他的公社的計算方式 這個只算住宅區 公社保留地 好 我不是讀記系的 所以後面我相信有一些讀記系的人可以救我 但總之我的理解是這個是完全是那個 住宅區的部分 住宅區的建議率也算在裡面 對 那其實周圍他也有非常多的這個住宅區的面積 然後所以我們其實真的要問的是說 到底這個這樣子的開發量子是不是OK的 那其實類似的計算是我們之前也一直在媒體前面一直講的是 其實商業區我們也認為有類似的問題 就他目前的商業區其實是396公頃 那可是依照就是只有通緩檢討實施辦法 第31條的這個項目 他其實如果用人口來算的話我就不算了 就大概來說他的設定是92.5公頃 那官方的說法就是說 他們不取就是這一項 他們取另外一項是用總面積的百分之多少 剛才阿都市計畫的可以設定面積的上限這樣子 那其實類似這樣子的推估其實是很多的 因為都市計畫區裡面就是有住宅區 商業區、產業區各種 就是你想像剛剛那個彩色的圖的那個右邊那個 然後就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掃開這個 好我被要求要收到快一點 那總之呢我們其實認為其實你即便要進行這個 這樣子的開發其實他也有不同類型的就是 不一樣不一定全部所有的地方都要進行這個驅動遵守 然後呢有人想要被徵收 那我們就回到徵收的公益性跟必要性來看 所以但我就很快的跳過就是其實 徵收到底有沒有公益性跟必要性 其實可以從非常多的面向來探討 那到底這個社會影響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在環評裡面如果是環評版的 以台灣目前的狀況來說 我們社會講評估大概可以架在就是環評的過程裡面 那等一下洪怡可能會分享 洪怡不是可能洪怡會分享說其實社會影響評估 他不一定是要就是一定要卡在環評的過程裡面 他可能是上位於就是環境影響的 那這些項目裡面其實剛剛國人也有講到就是 我們的這個開發行為會如何影響這個社會的狀態 特別是一開始的這個調查預定分析 然後提出一個管理計畫公開說明的審查之類的 那我們目前比較的狀態是等一下可以供大家參考一下我們的調查 有多麼的精彩 那其實社會影響大概來說就是 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接的話 如果把它看成是影響人生活的一切 那大概有些人先講說大概就是這些事情了 那我就很快的念一下 你的生活大概 我們的生活大概就是就是由這些東西組成的 比如說我們的生活方式 包括我們的生活啊 工作娛樂跟互動的模式 或是我們的文化包含你的信念習俗價值語言跟方言 或是我們的社區生活 這個社區的凝聚的狀態 穩定性特色服務跟設施 還有政治系統 就比如說包含你的這個公共的政策是如何被決定執行 還有環境 這裡的環境它其實講的是自然環境的部分 對我就從你手上整個書超矮的 大概成前面的意思 然後跟健康跟福祉 還有個人的權利跟財產權 權利是指就是你會受到影響的就是基本人權 還有你的恐懼跟你的行為 基本上我們的生活就是從這樣的面向體積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影響評估 它應該要被評估的事情 如果社會有開發行為 如果會影響到人的話 大概就是這些項目應該要被注意了 那航空城的這個就是社會影響大概評估了什麼呢 在環境界定名裡面大概是這幾項 那因為航空城的使用這個虛亂徵收的方式進行開發 我們主張啦 其實民間團體一直講的是說 這個強迫搬遷跟搬遷帶來的這個影響 是目前這個生活影響蠻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等一下會集中在討論說 關於搬遷有關的這個影響 所以交通就算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反正環境出現都是公開的 你有興趣你可以留言給我我可以寄給你 或是你自己去傳保守網站下來的 好 觀眾最喜歡講的事情是呢 大概有七八成的人 他是支持這個就是開發案的 而且是用虛亂徵收的方式開發 那我們機場園區的回收率是 反正是他有發給 所有他發得到的土地所有權人 那第一個事情就是會受到影響的人 不會是只有土地所有權人 比如說我中立的家 對我住中立 我就不是土地所有權人啊 但是如果那邊就是被偵從的話 那我也是受影響的人啊 我不會在這個問卷裡面被呈現 那有一些地他找不到地主的 他也不會被納入這個計算 總之這個是他可以聯絡到土地所有權人裡面 大概是六成的人就是 機場園區是只靠近機場那一圈嘛 然後附近地區是桃源市政府 要進行開發那個地方 大概是七成 那總之他的實際上支持的比例 大概是六成的七成跟七成的七成 所以即便是這樣直接問說你到底知不支持 他其實支持的比例我覺得都沒有到 官方講的七成那麼高 因為他點多點多是百分之十 點多 然後再來是他的 你看一下他問的問題 你願不願意參加區段的徵修 我都很好奇大家在填這個問卷 到底知不知道什麼區段的徵修 如果他們真的知道的話 現在應該當地不會有這麼多 對於這個土地地下物資的協議價 會覺得非常不滿的嚴重 然後再來是到底願不願聯絡加幣 你跟要不要繼續農根跟其他程序 他問就這樣而已 沒了 就是他就問這四個問題 好繼續喔 然後後來呢 所以他呈現的樣子大概是這樣 我們就很快看一下 是一些很簡單的成條圖 跟要不要聯絡加地跟力限制這樣 然後再來是他後來在環瓶的階段 有另外做了一個抽樣是抽 就是說機場就是地災跑道的這個附近 地災跑道的範圍跟地災跑道附近的八個里 然後做了四百多份問卷 那這個問卷裡面 他大概就問這四個面向 你覺得這個地方空氣汙染的情況如何 噪音汙染的情況如何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計畫 你這樣贊成這個計畫 贊成跟反對的原因是什麼 他是一個多選題 然後你對這個拆清安置有沒有什麼意見 然後民眾要求保護計畫的重點是什麼 那他的這個是他當時的簡報大概就長這樣 沒有意見有條件贊成不贊成跟贊成 所以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這一組問題跟我剛剛對前面講說 這個社會影響應該是 從你的生活的各個面向來進行評估的那個很巨大的落差 就基本上來說我們的在現場 或是至少目前在執行的這個社會影響 其實大概長得差不多這樣 然後先不要說 其實環瓶的部分其實有非常多的部分 環瓶部分的範圍是500多公頃 對 400多公頃 那我們徵收的範圍是原比環瓶的範圍大的 那他另外也有做這個工廠安置醫院的調查 他有統計了合法工廠 延期登記工廠 跟未登記工廠的部分 那當然他有其他的問題 有一點他也會稍微提到 就關於班牽瑜就是大家工作就業的這個差點的影響 然後接著呢 他做完那個影響了嗎 那這就是我們目前官方的這個診斷 就說好 那我們要辦這麼多人到底要怎麼辦呢 第一 這個拆遷護者安置措施 那申請就是有位子保留 或者是來選配安置接口 也就是所謂的101安置 然後再來是通常會有這個 地上衛星補償或房中補助 然後如果是低收中低收的話會加發補足金 那安置的原則是就勤安置跟先見後前 那雖然就勤安置從那個跑道的北邊 這個基本上是把人從這個整個計劃的北邊移到南邊 所以進到已經在哪裡是還在計劃區內嗎 那當然他還有提供一些學校安置的部分 那我今天不會特別講 然後再來是弱勢加護的輔助照顧 不過他們自己的簡報就有多少這 所以沒有下頁 好 然後就有一些農民的部分 還有地方信仰 就剛剛有人講說 有一個廟還是在的是忍住物不在的事情 然後跟墳墓的前線的安置 那到底哪裡有問題呢 我就很快的把就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可以講細一點 這邊講細一點 好 那哪裡有問題講細一點 好 那你有問題會講細一點 因為 最簡單來說呢 我認為啦 我們認為其實你的 要不要參加這個虛擾尊所的議員 跟你要不要搬家 跟你實質受到的影響是兩件事情 所以意思是說呢 搬遷的議員就絕對不等於搬遷的影響 搬遷的就社會影響平衡 它其實某個程度上來說 是要用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 或者是跟在地的人 有一個相同行速討論的過程 去找出這個開發案對於你生活的影響是什麼 那你的意願是 官方在整個這個行政流程當中 其實都不斷的跳針說 因為很多人統一 所以我們的這個社會影響 或者是我們社會影響平衡去複攻 我覺得這是有很大的面對 那舉例來說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想像 就是住傘村或住平房跟住高樓 是一定會影響居住在裡面的人 去形伏他的日常生活 你的互動的模式 你的生活的狀況 都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這個其實就是影響的本身 那我想這個事情很重要 我們其實 即便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 我們非常多日常生活需要的服務跟協助 有相當高的比例其實 都是通過非常平衡的形式呈現的 不好意思 我們其實生活中你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但很多次你是買不到的 而買不到的這些東西 其實可能佔你日常生活 一半以上的這些需求 比如說你的家人幫你弄個早餐 或者是你上班的時候 你同事見了一個什麼東西 其實都是這種無形的這個過程 然後再來是這個居住的形式 一定會影響這個社會支持 跟社會網絡的形態 那再來我們最常講的其實是後面 因為你的社會支持跟社會網絡一定會影響你的身心 那我們的這個身心健康的狀況要如何避免能解換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而且我們也想要主張說 不是說你的身心健康被影響之後可以復原 就不存在於就是這個身心健康的影響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可能出車禍斷了一條腿 然後我的腿是可以長出來的 但我絕對不會去否認說我曾經出過車禍 或者是我要怎麼樣避免出車禍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啊 社會影響評估它其實某一個程度是要來看說 我們到底要如何避免斷腿這麼嚴重的事情發生 但在這麼早的階段 他就把這麼多的事情 把它簡化成所謂的一離安置 或者是他說那不然你不想要住那個 你自己去蓋的小透天 先不提你是不是可以配得到那個小透天需要的土地 你就去買我們的安置住宅的 這個事情就是很有問題的 然後再來另外的事情是讓社會的比較脆弱的人 高齡者小孩或者是他需要所謂的社會弱勢 到底他的調適情況跟健康風險的朋友 其實也都是看不到的 因為他剛剛 你們剛剛看到的大概就是環冰書件裡面的全部 就是社會影響度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部分 什麼土啊水啊什麼的 噪音土方要堆去拿 但是社會的部分大概就是這些了 再來一個我們也很喜歡講過 或者是我覺得這樣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人真的不是東西 即便是東西你都要就是好好的收嘛 比如說你就可能不會把食物放在廁所 然後人就不是一個 我好像計算說一離一安說我 如果有量體安置這些人 我的問題就解決了 人就不是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是很複雜的 我們是很複雜很堅強而且很脆弱的 到底會說什麼事情是沒有人會說得清楚 那其實在這過程之中 乘租戶如果你有社戶籍的話 如果你有社戶籍你會有人口還錢費 你沒有社戶籍的話 在中華民國系統裡面 基本上你就有點難被組織到 那乘租戶的問題怎麼辦 其實是這個環冰城計畫自己 都沒有辦法回應的問題 那再來更不用講說 我們想要安置的住戶 他到底想要申請哪一種安置方案 跟他住戶的條件 到底可不可以申請到他們想要的安置方案 那這個很具體門 就是在去年土地協議架構的這個會場 就有非常多人在問官方說 到底這個環冰安置的這個 他可以自己蓋小桌子的這個方案 跟他想要去 假設他想要評估 他是不是要去申請官方的安置住戶在這個方案 的兩個 比如時間點的差異 成本的差異的 這些當時官方都回答不出來的 既然官方都回答不出來的話 也顯示就是他們基本上 根本就不知道說這個住戶 他有沒有辦法可能申請到他的安置方案 那就是說最基本的 在至少土地徵收條例裡面有特別強調說 一個立法精神是說 如果這個人會徵收而到無屋可住的這個狀態 要提供這個安置住房 這個基本上我覺得是不可能拿到的 那我們甚至在就是土地徵收審議過後 才比較晚的發現說 這次的那個地上務的審議的部分 他其實還沒進行 所以我們相信他目前也還在進行這樣相關的調查之中 而且我覺得最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從目前的這個政府資訊公開的資料裡面 他沒有第一期徵收會有多少家戶跟人口的統計 就是他連最基本的人口跟到底影響不好的問題都講得出來 剛剛不是有個四萬人嗎 那個是我們都市計畫的推估 就是他是一個推估說 欸這個地方大概這幾個里有這麼多人收集 然後那個資料是比較舊的 對大家是2015年左右的資料 那第一期徵收區的2599公頃裡面 我們跟應該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湊出來的數字是1.6萬戶跟 1.6萬人跟 6千戶嗎 1千6百戶 6千戶 3千戶 然後那個數字其實是明顯大概有 6千7百公頃的區域是沒有資料的 意思是說我們是從土偵的書件跟環林的書件 去湊了一個數字 那其實在這個會場我們一段的問到 所以到底影響多少人啊 至今都是一個打不出來的狀態 那其實還有一些產業的課題 就是比如說到底有工廠數還是沒有工作場所數 比如說路邊的中藥店啊 然後開便當的啊 或者是他是做工廠的啊 或者是賣有的沒有的東西的 他可能都沒有被統計 那有登記跟沒有登記的影業場所都不用講了 或者是我們在過程中會講的這些工作場所的 產業特性是什麼 和它產業鏈的位置是什麼 我們是要引入一些非常高科技的產業沒錯 而在既有的現場其實也有一些產業啊 那這些產業被徵收之後 它到底會影響多少人的就業 跟它會帶來什麼樣子的衝擊 其實至少在這個書件裡面你們當然有看到 它是有問說工廠來表達安置嘛 那你如果面積比較大的話 它可能就會幫你原地保留 那你如果面積比較小的話 就會鼓勵你去申請它之後的產專區 就它目前的做法是這樣 是一個 你聽一切之後 連根本一起有做法 那再來就是 如果是租地租屋在那邊裡面的 它到底可不可以拿到合理的營業損失 也會是一個應該要被尊問的問題 那目前的書件裡面也是沒有這樣的資訊 就是我們近日也接到就是類似這樣狀況的陳情 然後再來是今天就不講了 就是其實在跑道的 我們很快的看一下一張圖 我們實際在過程裡面呢也一直在講說 跑道的北邊是自由遊庫 就是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建議你從google 航空城跟遊庫應該就會出現我們 之前開了一大堆記者會的內容 就是關於這個地方如果發 它基本上沒有進行風險評估 然後我們認為它的風險評估是非常的粗糙 那當然我們 唯言總聽一點就是說 那如果爆炸怎麼辦 但如果其實 與其說爆炸怎麼辦 我們其實 民間黨裡這邊真的想問的是 是不是應該做一個合理的評估 那我們其實 一直要問的事情是說 這些社會重啟是不是真的可以透過政策跟方案來抵消 還有我們要進行這樣子的開發 到底做這樣的社會 製造出這樣的社會災難到底值不值得 有沒有一個比較小的 或者是製造比較小的災難的一個方法 然後其實這個接下來是要介紹才準備要做什麼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晚一點來介紹 好 那接下來換洪銘 好 謝謝宜嘉 宜嘉剛剛前半部講 航空城計畫其實是必要性的問題 好 就是其實那個第三寶刀跟機場相關的 班廳裡面其實也才 不到800公司 那他整個都是計畫要做4600公司 那到底其實他要幹嘛 假設我們認為第三寶刀真的 國家中上先生非常厲害 一定要做 那其他那麼大 要幹嘛 這是其實是不斷 庭文城是個老案子 2013年到現在 不斷的被質疑 也沒有辦法講清楚 是這個 那這個是必要性的問題 那宜嘉剛剛後面花了很多時間在講 其實社會影響的問題 就是有點是 我們先不談它必要性 我們就假設你真的要做 那到底有沒有辦法去處理 你要做下去的 對現地的這些原本的作品的影響 到底有沒有辦法進去 那剛剛宜嘉話了很多 其實也講了很多整個 社會影響明文裡面的一些細節 其實凸顯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台灣其實寬憑 比如說他針對那個自然環境 怎麼被影響 挖土挖 挖土挖方法會造的什麼衝擊 對生物會有什麼衝擊 對這個所有會有什麼衝擊 他其實有相對完整的調查方法 要怎麼做怎麼做 那是很清楚的 但是在社會這一塊 因為一直沒有一個技術規範 台灣一直沒有引進這個社會影響明文的技術規範 所以到底對人類 對人 人類行為 社會行為的衝擊 到底該怎麼做 其實 每一個環境都是 剛剛亂七八糟 各病本事 那有的稍微好一點 那有的像航空證 就非常的差 那像航空證這個 就突顯出來說 比如說 這一個開發下去 會影響的人很多種啊 不是只有地數嘛 陳租戶也會啊 也不是只有被徵收的人 我在這裡開店的人也會被影響 但是在這裡面其實 整個連對基礎的調查都缺乏 甚至不用說是連 到底有幾戶要被買錢 這個數字我們一直追問 然後看起來 他就是政府自己也不然知道 就他 他 這次要徵收的三千公斤 兩千塊公斤 到底多少 我覺得 他們其實不清楚 沒有辦法掌握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 像我在環境會過程當中 其實 很常跟開發單位講說 你們不要覺得 是會影響名故事 要來擋你的案子 其實看這個架構就知道 是會影響名故事 要來幫助你 解決你真的要做的話 怎麼做好暗示 怎麼確保這些人 不會被 不會 真的被你這個計畫弄到 掉到 不能生存 我常常這樣跟開發單位講 那當然其實後面有句話 你會講 就是你可能調查文 發現真的能讓他結局 那這個案子就 就不要做 或是我們到社會上法院 就會講說 這個案子 根本不可能結局 那應該要被制 但是其實邏輯是這樣子 他是要處理 怎麼安置這些人 被影響的 各種的 各種的 各種的遺憾相關 怎麼被好好的 能夠減緩他們的負面 像在現場 在旁中城的案子裡面 涉理人制的基礎調查 都相當的缺陋 他們問諾體的問錯人 問你要不要 接不接受承受 想不想參加承受 這跟他們 會怎麼被影響 有什麼關係 好 那 等一下會請宏儀 來 他其實對社會議長評估制度 除了還滿完成的研究 那我們等一下 我就先把時間交給黃銀 讓他談一下設置導 跟整個台灣社會議長評估制度的問題 好 我的時間 謝謝大家 那個 我是房野新竹事態協會的專制律師 過黃銀 那之前我是在房地權保養基金會 擔任專制律師 那也是在那個時候 差不多兩三年前參與了這個社子島的案子 那今天我主要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社會影響評估 第二個目的就是讓大家 繼續關心社子島的發展 那首先我們要先幫我們恭喜一下 昨天監察院糾正 並且提出調查報告 對台北市政府的這個社子島開發計畫 是不是給我們一點掌聲一下 其中有一大部分 就是因為他在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做得不夠好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會一起說 那時間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從那個 簡報就是照順序來 首先你聽過環境影響評估嗎 剛剛其實博人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講過了 有聽過環境影響評估請舉手 好謝謝 現在手上拿著那一本小碟子的這位同學 對 你可以簡單的不要照博人的話 講一下你所理解的環境影響評估是什麼嗎 就是說 比如說 政府為首或是其他經濟 經濟利益為導向的行動權或是資本 他們要開發一個地方 那他們可能就是會影響到那一部分 那個一種環境 有一些情況啊 這就需要有一個評估的過程 那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有什麼特色 是環境影響評估 好 這樣問對不對 有點誘導性的提問 對 別的國家還聽到說 台灣居然有這個欸 哇你們的環境好屌喔 熟熟的 我們有一個是全世界 就是 我雖然覺得不太 但是 別的國家聽到都覺得很酷 有沒有想像 有沒有要救他 快救他 沒有啦 莫名救一下 請問一下 怎麼會這樣 趕快你以為 就是台灣的環評有一個否決權的制度 就是你要環評 如果沒有通過的話 你的開發案是不能開發的 你的環評的否決權 對 這是我們台灣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台灣的環評是有一個權利 叫做否決權 就是說 一旦沒有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他認為不應開發 那這個案子就被否決掉了 可是 國外的環境影響評估 他不見得有這個否決權 他可能是會建議你說 在某種程度 或在某種情況之下 你不適合做怎麼樣的開發 或者是說 你可能要考慮用別的方案 來取代你現在規劃的這個開發方式 那一樣的 你聽過 為什麼手上變這麼多隻 你聽過社會影響評估嗎? 好 相比 不如可能怎麼可能沒有聽過 不然你們今天走過來這邊 你們一定是有看到那個 我來看這個 對 好 等一下 你打麥克風小聲 那個 社會影響評估也是一樣的 在台灣沒有法律規定 要有社會影響評估 除了環境影響評估法裡面 把社會經濟納進了環評的內容之外 我們沒有任何一部叫做環境影響評估法 但是環境影響評估跟環評 它原本出現的時候 它的目的是做什麼的? 其實環評比較早 它在1960年的時候就出現了 它的目的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要來評估一個開發行為 對於環境的衝擊 如果衝擊太大 我可能就會建議你改變的方式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選項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可能要考慮一個 對環境衝擊最小的一個方案 或者是我提供你一個 就是環境影響的現況調查 社會影響評估在當時 1970年代的時候被提出來 他們那時候會提出這樣子的概念是因為 當時除了對環境影響評估調查之外 大家發現一個開發要面臨的阻礙跟成本 不是只有環境本身 還包括了什麼? 當地人他會什麼? 會控移啊 就是我今天突然來說我要蓋一個 我隨便舉啊 台塑要來宜蘭蓋那個六七對不對 是不是就有辯論了? 對啊 會有辯論啦 就抗議啦 那這個過程 開發單位就開始發現 我不能只解決環境的問題 我也要解決人的問題 所以當初會有社會影響評估 1970年代發生有這個社會影響評估的時候 他的目的並不是要來評估 這個開發案對這個環境的影響有多大 不只要做這件事 他還要幫助你改善這個開發行為 對於這個人 尤其是在地的居民 他們生活上各種大大小小的議題的影響 然後去做全盤性的管理 不是只有評估喔 是我要怎麼樣讓他們接受我的這個開發案 所以以下有幾個很重要的概念 是大家要開始從影響 了解這個社會影響評估的時候 必須要先了解的幾個概念 第一個 社會的營運許可 這個其實就是社會影響評估 一開始被拿出來的時候 大家常常講 我之所以要做社會影響評估 就是要取得這個社會 對於我這個開發行為的一種認可 就是說 你今天我要來這邊蓋一個水利發電廠 蓋六清 蓋這個國光石化 我要先取得社會對我這個開發的共識 如果全部人都一直反抗我 我怎麼蓋 這個議題在國外 就有類似像是他們有這個水利發電廠 因為當地的原住民的抗爭 導致他完全沒有辦法動工 以至於最後那個案子就胎死腹中 就沒有辦法做了 所以 所謂的社會影響許可這件事情是 社會影響評估 他本身很希望達到的一個目的 我們大家 就是我是開發者 各位是在地居民 我們要達到一個社會共識是 我們要讓這個開發 對這個環境也好 對各位也好 對所有的一切也好 都是友善的 而且大家也都接受的 那各位有注意到嗎 我剛把環境也放在社會影響評估的內容裡面 因為環境的改變對人而言 有的人會說 我不在意啊 可是 有的人會對那個環境的變遷 他會有 有沒有說 這顆石頭 是我阿公當時 在這個院子栽 什麼 雕刻的 一個什麼 那個 刻了一個佛字有沒有 具有歷史經驗價值 你怎麼開發都不准動這個佛字 也是有這種東西啊 所以就會牽扯到 文化古蹟啊 還有一些特殊景觀 比如說你去深奧 你就說這個酋長也不准動 橡皮也不准動 你就會有這種 你懂嗎 在內地的很多環境的因素 也都會被納盡社會因素的考量 因為 它攸關著 人對這個開發案的感覺 只要大家覺得我不接受 那麼 沒有取得這個營運的大家的共識 那這個開發案 基本上就會走不下去 再來 既然要決定大家要有共識 那到底誰要有共識 就是立派關線要共識 這裡有民眾參與的問題 那我這裡也是繞了幾個英文 就是Party Participation 國際間有一個組織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它的資料 叫做IAPP 它其實IAPP2 它是國際公共參與協會 這個其實是通他們的資料寫出來的 就是一個好的公眾參與 它可能有這幾個階段 就第一個是 我告訴你我要來開發了 我從一開始的時候就跟你說 我要來做航空城 我要來蓋第三跑道 你知道囉 你知道囉 好 反正就這樣 就沒了 就結束了 Ending 再來第二個諮詢是 就是 我要來蓋航空城喔 那如果說你對航空城的內容有什麼疑問 我這邊有一個這個 小卡控把控控 什麼什麼 你可以來諮詢我 航空城的相關問題 我會回答你的問題 好 第二個階段 諮詢 第三個是投入 投入跟合作很像 很像 差別在於就是 投入是 各位都是在地居民 今天你們的意見 我都會回覆你們 我也會讓你們來諮詢 那你們的諮詢我一定會回答你們 那你們的意見我會參考 我會參考 但是 合作 它不是只有那個過程 讓你 你的意見給我了 然後我回覆你 然後讓你參考之外 在決策的時候 各位的意見 我會想辦法納進來 把你們決策 你們覺得我該怎麼做決策 如果決策這些事情很重要 那就變成是一種合作關係 這是 你強度就越來越高了 這只是參與過程中 我把你的意見納進來 合作是已經在決策過程中 把你的意見 還有各位的各種想法 都要納進決策裡面來 付權 就是簡單來說 該怎麼做 大家決定 我不決定 這是最高級的公民參與 就是 今天 這個開發要不要做 不是我開發 大概說就算 是在地居民 你們同意了 就同意 你們說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這是最高級的 柯文哲 柯文哲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他是照 他的那個 他的腦袋裡面的那個 那個發條 還有呢 他的底下的人 給他建議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啊 不然我們怎麼辦 他怎麼這樣子啊 就是說 他的那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跟這個不一樣喔 這個付權是 以這個 居民的意見為主 好 所以民眾的參與 其實基本上有這幾個 那告知大家 下一個就知道我要講什麼了嗎 好還沒到 我先跳下一個 自由事先知情同學 知道這個東西的請舉手 只有一個嗎 可能 各位 你們不關心下原住民族的議題嗎 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21條 是不是有一個諮商統一權 跟這個東西 一模一樣 沒聽過喔 真的嗎 我有點難過 沒關係 但是 這個東西 是在1989年的 國際勞工 第169號公約的時候 提出來 在2007年的時候 聯合國的原住民權力公約 裡面 正式肯定的這個 自由事先知情同一權 簡單的來說就是 你今天如果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面要進行開發 你必須要讓他們自由的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而且你必須在事先 就讓他們充分的知情 這個知情包括你必須要用他們懂的語言 懂的了解方式 還有他們要在自由 還包括我不能夠強迫你接受我的建議 我要讓你在自由的情況之下 在事先充分的知情 我們先不要看那個同情 同意啦 同情我講錯了 同意 自由事先 自由事先知情 這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三件事 因為如果你沒有辦法先做到 讓他們充分知情 就沒有所謂的同意 這大家可以接受嗎 簡單來說 說一家我們就馬上吃晚餐好了 那 你同意嗎 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就是吃晚餐 那 你接受嗎 我好 去哪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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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負寫嗎 沒有 我只是單純想約你吃晚餐 你同意嗎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對你吃嗎 這個還是簡單問句 你這樣今天我要暈住我家嗎 不要 為什麼不要 我這個 我今天是為了要跟你研究航空城 對不對 這個 你知道嗎 你不讓大家知道說你到底要幹嘛 你就問他 你同意嗎 但 你懂這個感覺吧 資本師弟的這個 光電發電的這個案子 也是環全會的案子啊 他們的程序辦理就是 當他們整個市政府 已經決定要來 在蓋光電 在實地蓋光電的時候才發了一個行 告訴那個 資本部落說 欸 那你們同不同意 那資本 那個 那個 實地的部落當然就是卡大蒂布部落 就會說 你要我同意什麼 你怎麼知道 告訴我說 你要幹嘛吧 他說這個我們 之後會招標 我們才知道 我們要怎麼做啦 那 你覺得這樣子 他們要統一什麼 統一說 就讓你蓋 那怎麼蓋 怎麼發展 你懂嗎 所以說 這個順序不能顛倒 自由事先知情 最後你才有可能同意啊 不是今天就突然就爆出來說 你今天就做了作家好不好 或者是更直接的說 你家裡當我們也會玩過 那你就想說 你是什麼人 我都還不認識 你就這樣子這樣 這是不是太 在場大家知道 對於現在 對原住民族的這個 那個議題都沒有了解 但我們相信 現場還有很多性別小堅定 郭律師你要小心啊 對對對 懂啊 就是 大家要知道 這個順序就是一種很尊重 基本上你在處理 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最基本的議題 而這個原本是 適用在原住民族的 一個基本的權利 它被擴大到 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必須要參照自由 事先知情同意權的精神 然後 把這樣子的精神 納在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你才有辦法去落實 真正的社會影響評估 好 我們往回推 再來就是 所謂議題的風險範疇鑑定 這個就會有點像 剛剛宜嘉講的 到底我今天在這邊 設第三條道 會有哪些風險發生 大家 我們現在 腦力激盪 三分鐘 自由發言 好不好 航空城 我們就以航空城先 好不好 你覺得航空城 要蓋一個第三跑道 會面臨什麼樣的議題 講不笨再講 一家 趙音 你就直接把麥克風 嘟到他們嘴巴邊就好了 就是他們沒有選擇 誤會大家的權利 趙音 很好 還有咧 建築人 航高 航高 對 再來呢 汙染 汙染 還有呢 我們需不需要開發 對不對 需不需要開發問題 這個也是 還有呢 風險 最激的風險 對 還有呢 有故爆炸 還有呢 多一點 多一點 快快 沒有 沒有 人口大量移入的風險 人口大量移入的風險 其實這是一個問號 會不會真的有人口大量移入 對 資訊農地的風險 對 再來一個 犯罪 犯罪 毒品 這個年紀我要想一下怎麼扣起來 沒關係 好 大家剛剛提供了很多 風險 沒有錯 可是 各位有想到 這每一個風險 它背後要解決的問題 絕對不是你們單詳的想說 它可能只是一個 反正就是 我感冒吃感冒藥 我今天這個 睡眠不足吃安眠藥 什麼什麼之類的就可以應付的 我們簡單講一個 就是剛剛同學提出來的安置 光一個安置 它就必須要做到什麼程度 誰要安置 安置多少人 安置到哪裡去 安置的玩具要怎麼樣 安置的過程中 會不會造成他們的經濟上損失 安置的這些人的移動 會不會造成他們失業的問題 如果是工廠的安置 剛剛不是有很多工廠自願安置嗎 在搬遷的過程中 他們是不是要停工 還是不停工 我給你補助 還是我今天要找一塊地讓你重蓋 然後再讓你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背後有非常非常多細節性的問題要討論 所以範疇鑑定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要把那個議題裡面 所有所有的問題全部用 你可能用心之圖 或者是用各種聯想的方式把它畫出來 在設置島裡面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的也有很多 這個等一下到設置島 我們再一起講 好 剛剛各位提的部分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剛剛有談到航高、有談到噪音 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技術可以克服的 可是有沒有技術不能克服的 人 比方說什麼人 居住在地的 有沒有更具體 大家想像上非技術性的風險 就是你沒有什麼技術手測 就是兼噪音我們可能用一個噪音頻量 或者是噪音減噪 或者是限定航高多高 這個都可以用技術性工程 還工的就是在做技術性風險的治理嗎 不是嗎?這裡有還工嗎? 對啊 還工就是在做技術性風險的治理 可是非技術性的風險該怎麼辦 比方說文化信仰的消滅 這個要怎麼處理 設置島的方法是把廟集中在公園裡面 這樣大家懂嗎? 設置島有陽廟跟陰廟 所以中間要畫組合案件 你知道嗎? 就是你一腳在陽間一腳在陰間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還有像什麼? 抗爭這東西你有辦法技術性對付嗎? 我覺得台灣可能有啦 比如說318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有拍間的SOP嘛對不對 抗爭也是一個 不是一個技術性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去應對一個突發的抗爭事件 該怎麼解決? 所以說其實這些東西都是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很關鍵性的東西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這些事 再來 人權的問題 人權的問題就是包括 剛剛同學有提出來居住權 財產權 工作權 還有什麼? 健康 健康 沒錯 還有呢? 你的安全 這些都是 因為今天 在你旁邊施工的 假設是天然氣 假設是油庫 假設是水壩 你擔心的可能不是今天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它可能一個酸子 或什麼你可能你家就會衝走之類的 所以它其實有很多人權 而且它特別用 Due Diligence 就是它要求你在人權裡面做最詳盡的調查 就是它要避免人權受到最大的侵害 所以在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特別有一個技術叫做人權影響評估 是在社會影響評估裡面特有的 好 這個剛剛講過了 好 再來 我剛好說過 其實社會影響評估在各國裡面都沒有立法 那到底為什麼大家會願意去遵守 社會影響評估這樣子的制度呢? 第一個 因為社會影響評估可以幫助開發單位降低 他們未來面臨開發的社會成分 第二個 因為它要融資的銀行 要求他們必須要做到社會影響評估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這攸關著 我會不會因為你面臨抗爭你就還不了錢啊? 今天如果一天抗爭 你一天做工程的都知道 停工這件事情是很嚴重的是吧? 供期Delay這件事情的違約金可就不得了啊 所以說我如果今天貸款給一個 它沒有評估好社會風險的一個企業或者是一個公司 它未來造成的社會風險 反而會讓我銀行大虧錢 所以它就提出了幾個標準 第一個 Risk Management 就是它提出了一個風險管理的架構 所有這八項叫做績效標準 你都必須要依照績效標準 因應裡面去操作所有的風險控制 第二個勞工風險 第三個污染 第四個在地社區的經營 第五個安置的問題 第六個生物多樣性 第七個原住民 第八個文化遺產的問題 它要求你這八個裡面 你都要 這每八個它都有自己的一本的行動指引 跟指引 要求你去符合它的規定 最後為了這些 他們還訂了一個叫做 環境健康以及生命的一個指南 我們簡稱是EHS Guidelines 在這裡面 我剛剛就可以 它不但有一個最基本的做法 它針對各行各業就有不同的 比方說航空城來說 它就有一個機場環境的健康與安全指南 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去要求你蓋一個機場 你至少要做到哪些風險必須去控管 所以其實這個赤道原則 它就綁住了這些開發商 你非得照我這個標準做不可 否則我不借你錢 那這個是非自願性的一個約定 其實在其他的像是石油工業的保護協會 或者是水利發電的都有這樣子類似的 再來就是永續發展目標 這個我們就可以不用說了 就是我們現在也會把永續發展目標 全部放在社會影響評估裡面去當作是 就是你在發展開發行為的時候 都一定要兼顧的所有的內容 比方我們剛看到的像是水下生物啊什麼什麼 其中裡面我要... 嗯...對 這些目標包括氣候變遷 最近有一則新聞 國際新聞 英國倫敦他們有一個叫做Health Road的機場 因為他沒有提出溫室氣體減量的政策 所以他的法院就撤銷他 興建第三跑道的那個開發案 那在台灣有沒有可能不知道 我們想試試看對不對 但是不知道啊 台灣這個機場他沒有告訴我們 所以說我們從一個開發週期來想 這個請我們來找一個人 這個東西看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可是實際上你的社會影響評估 就是從你整個開發週期裡面 他就是貫穿著剛剛我說的所有原則 然後去進行一個社會影響評估的想像 我們現在請這個...好 就你好了 那個志宇你來想看一下 你現在在一個無人島上 跟你你的女朋友 好 大家不要看這些字 可是你現在在無人島上 那你現在第一件事情是 你已經吃掉一條魚了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你要先解決吃跟喝的問題 你現在要解決住的問題 好 那你現在要怎麼辦 你首先要做什麼事情 先看一下附近的地形 有沒有可以居住的地方 有沒有就是或許有什麼感動或什麼 對 可以比較方便的地方 OK 這個就叫做識別跟探索 你要先了解環境跟了解當地的狀況 那當然在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人的狀況 可是因為他現在在無人島沒有人 所以他現在講的就是那個環境 大家就很簡單的想法來想 好 然後再來呢 你找到 被你找到的一個有可能的 一顆很粗壯的樹 你可能可以蓋一個樹屋 那再來那要怎麼辦 像那個樹屋需要什麼東西來把它建構起來 對嘛 他要開始畫設計圖嘛 然後去蒐集資料嘛 對不對 所以他開始 有沒有 第二就這樣構想 就是這樣不要說 再來呢 你好 找材料 找材料 然後呢 試試看材料能不能用嗎 對不對 你怎麼不可能拿那個細樹枝 然後去做那個樹屋的材料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開始做可行性的預測跟評估嘛 然後呢 開始動手了 開始動手 動手 好 其實這兩個有點像 就是你就會開始研究跟規劃 到底你現在的這些材料 能不能真的蓋出一個樹屋 所以大家都會發現 大家在做一般工程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個叫做可行性評估的報告 那一份報告就是在做中間這件事情 他把它前面想做的事情 做可行性的評估報告 但是這份報告通常民間都拿不太到 好 繼續 那你就開始動方興建了嘛 對不對 那再來呢 動方興建之後 你就發現 真的 你的樹屋可以住了啊 那就開始住了 結果發現有一天 牆台 刮起十二級陣風 然後你的樹屋有點毀了 你要怎麼辦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在可行性評估的時候 你已經排除掉 就是我在這個地方 我明明知道這裡有颱風 而且我是因為颱風飄過來了 所以他就直接把樹這個選項槓掉了 好 那現在假設你就是蓋了一個樹 好 那你現在怎麼辦 你現在樹屋沒辦法 你就想辦法把樹屋回掉啊 不會啊 你就是直接遺棄它 反正你在無人島上啊 對不對 隨便你要幹嘛 可是有些東西不是說你今天就 算了 我就做一半 我就不理它了 比方說核四 或者說 比方說有一些火力發電廠 他們蓋完了 或者說廚藝了 你總是要把它慢慢的恢復原狀 你就要有觀察規劃 所以說你就用一個人在無人島上的想像來看 想像一個開發桌子 就是這樣子的設定 好 這個部分呢 是整個社會影響評估裡面的一個各個階段 但是這個裡面總共有26個工作細項 我今天不打算講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 請去參閱這本 《社會影響評估》這本書 那這本書是台大風險 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出版的 它裡面有寫滿清楚吧 那26個工作細項也講出來 那它這幾個階段其實也是就是 你要先了解你主要的議題 尤其是利害關係的 然後讓他們參與進來 然後你才去做預測分析去規劃跟執行 最後你要有辦法監測到底你做的計畫可不可行 然後回頭去檢討 這是一個實際的案子 是秘魯的 我不會念的天然氣磚案 因為它這個秘魯無語 我不會講 他們沒有去做社會影響評估 當初在美國或者是幾個國際的經濟評購 不貸款給他們 但是後來南美洲的幾個國際的大銀行 就貸款了給這些 給這個天然氣的開發公司 於是他們就開始開發了這個地方 但是在在地有許多的原住民族 結果沒想到事情就發生了 這個天然氣的公司 它發生多次洩漏世界 污染導致500多人生病 而且建設前它沒有進行地質跟社會研究 所以它的所有管線導致於他們沿線的貧窮的人 全部的影響受到影響 最後它支出了5000萬美金解決 因為它洩漏所造成的問題 同時還承諾2006年它要再花2500萬美元 加強所有的房屋措施 那環境的危害也同時造成當地的原住民族 生活之間的影響 包括他們的文化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天然氣洩漏之後 他們很多天然植物也跟著都消滅掉 還有他們的疑似性的一些場域都壞掉了 健康還有糧食安全的問題也都爆出來 更重要的事情 捐給他 當初貸款給他們的銀行呢 收不回當初借他們的任何一筆錢 為什麼呢? 因為他為了支付這些債務 他們已經無力再償還任何當初貸款的這些利息 所以導致於這些銀行看到這個案子就看到了 就是當初為什麼我要借他錢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遲到原則變成是一個國際間 非為什麼他們那麼重視社會影響評估 就是因為關係著他們借出去的錢 能不能夠拿回來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幫助這些開發單位去控制他們的社會風險的造成 好 我們今天終於要進入社稿開發了 社稿開發其實他最早的目標 他寫在環座書上面是說 保照社稿在地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結果呢 各位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很清楚的看到 社稿上面是不是滿滿的人 這裡是農地 這裡有聚落 聚落 這裡 他只有兩個里 他不像航空城有好多個里 但是他 你可以看到 他有密集的房屋居住的區塊 其實這是他們從清朝他們的祖先來台灣之後 默默在這邊搭建的這些聚落 那一直到了1970年代 因為格力里颱風 他們發生洪水之後 他們被化出了台北的堤防之外 就是這邊全部都蓋了堤防了 但是就是社稿島不蓋堤防 為什麼 因為他在兩河交界流域的地方 台北市當初的設想是 這邊所有淹的水 就讓他往社稿島沖吧 所以就把社稿島列為洪泛區 讓社稿島變成一個淹水的地方 甚至當時要在這一個脖子上面 再加一道防水閘門 也就是洪水來的時候 他要在這邊把防水閘門關起來 那大家要問一個問題吧 關起來那這邊的人怎麼辦 淹屍啊 淹屍啊 對啊 這邊淹屍啊 這是社稿島居民的回答 對 不知道其他人的答案啊 你想一下 你要在這邊蓋防水閘門怎麼辦 當時台北市政府回答當地的里長 是這麼說的 如果洪水來的時候 我一定會通知你們趕快往裡面跑啦 你大家覺得呢 有可能嗎 而且當時還沒有盛子大橋喔 當時唯一一個連外道路就是這條路沿平北路七段 你就會看到大家包著家蕩 然後一直往這邊衝是不是 然後說不要關門 是不是這樣嗎 你知道嗎 你可以想像這個畫面嗎 所以當時的那個 講這個的部分其實蠻沉的 所以後來防水閘門沒有蓋 他們改用把這邊墊高那個土 墊高土 讓水淹不過去 所以這邊地勢特別高 所以你在過周美快速道路 還有要接近社稿島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好像有一個這樣子的坡 它其實就是為了要讓水就淹到 淹到這個地方為止 所以當時是這樣子的 那各位有沒有想過另外一個問題 他們本來是合法居住在這個地方 卻因為你蓋了堤房之後就告訴說不好意思喔 你們這邊變成紅飯區 所以全部都不能再蓋房子了 禁建了 那是你 萬一當時你是政府 你會想到 或者是你是射到居民 你第一個想像是說 我為什麼莫名其妙就被禁建 禁建之後 那我難道 我不能蓋了 然後你也不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讓我住 那我接下來要怎麼辦 私人輔告上面說 你們就看得辦啊 所以呢 他們就50年來 就是一直這樣子看得辦了 那後來慢慢的 從這個高玉樹 然後五波熊 然後宏大洲 神水扁 慢慢的把6公尺的堤房 以及基本的抽水站射出來之後呢 讓射子島這個地方不再有水淹到裡面 甚至是開始有把射子島內水往外排的這個情形 但是他們依然還是處在完全沒有基礎建設 沒有水電的狀態啦 你可以發現大家的電都是 你接我的 我接你的 他接他的 然後就是大家最後就變成一個 就是水電共生的一個狀態 我說那個共生是大家互相接來接去的一個狀態 對 所以這是射島很有趣 但是也因為他們有百年來的歷史 這裡有他們自己的文化 而且因為這裡都是綠綠的 有看到嗎? 大部分這裡的都是綠幅地 這裡是完整的農業地 所以他們這邊的生態非常豐富 我們這位陳先生他最大的興趣就是 每天拍不同的昆蟲在他的臉書上分享 他拍到射子島裡面可以發現的各種物種 你會發現就是上百各種你沒有看過 在台北市沒有看過的物種 然後你也會發現生態射子島 是要把這些綠地全部改成住宅區 然後把這些綠地全部填完之後告訴你說 我會在中間再挖一條運河 然後在旁邊再蓋一些公園 這是生態射子島 簡單來說他是要把它毀掉之後呢 我們再造生態這樣子 那剛剛我們也說了聚落林裡非常的靠近 所以他們跟航空城一樣 他們的長照關係是非常的緊密的 他們就有住戶的媽媽是失字的啊 對 失字的媽媽 他只要在前面這邊走私了或在哪裡走私了 他是有辦法靠著鄰居說 你還要回去啦 然後就慢慢的回到他家了 可是你在台北市有可能 就是說你在民生社區 民生社區應該不算 你有可能在南京東路走私了 然後你要回到你棄子的家裡頭的那個難度 是不是又更高 可是如果你的長輩們在這裡面 簡單來說這裡已經有一個非常完整的長照的系統 但是市政府現在要破壞一下這個系統 然後告訴我們說 我會建立一個長照系統 來讓你們有長照的功能 至於這個系統能不能夠運作 我不曉得但是應該可能會運作得起來吧 這樣子 我原本是希望讓大家先看這個圖 再來想舍子島這件事情 因為對我來說 舍子島現在的生態舍子島開發案 是從這個圖規劃出來的 簡單來說就是有兩個原始人 來到了一個上面什麼都沒有的人 什麼都沒有的地區 開始要繁衍子孫並且開始規劃這些土地要怎麼利用 才會有長成這樣子的生態舍子島 很漂亮吧 看到這個圖大家會覺得很美吧 但是大家會看到這個圖的機會是在哪裡呢 應該是在不動產建設公司在推房屋建案的時候吧 如果你用那個廣告新聞的台詞來念這四個字 就是生態舍子島 中央籌帶清水公園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每平只要30萬元起 你不覺得很大嗎 就是超大啦 就是配合這個河岸 然後他告訴你 這個就叫做生態舍子島 但是這樣子的圖 你回到這個圖來看 所有上面的一切都不會再存在了 這也是我們一直說 現在的社子島到底有壞到什麼情形 要你全部移平之後重新再造 然後要你全部取代掉這上面原有的東西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個房地產的這個地主 他有一次在土地開發的一個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他站出來 而且在投影機面前對著委員 各位是委員們 他這樣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各位 社子島未來要蓋101 絕對不是問題 信義區是土壤液化區都可以蓋101了 我們讓整個社子島變成台北市另外一個信義區 你們說好不好 你現在沒有人理他 但是出境會的就開始拍什麼 然後我在旁邊就是 蠻尷尬的 所以說大家對於這塊土地的想像其實是很複雜的 所以開發手段 我們最後就要準備做結尾了 開發手段的選擇 其實你要拉到很前面去說 到底住在這邊的這些人 到底他們因為這個開發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他們現在有哪些好的優點 好的社子島現在有的 別人沒有的 我們必須保留下來的要保留 然後我們再從他們的這個基礎上面 發展成另外一個更好的環境 其實這個是自救會一直以來希望做到的事情 我們要保留自己的特色然後往前進 而不是用一個產品式的全區區塊徵收 然後給我們一個這麼美的圖 因為這個圖能夠真的住進來的 可能不是原本的社子島居民吧 大家也應該知道社子島有辦法搬出去的 所以裡面大部分都只剩下老弱父母 所以替代方案其實我剛剛有一直說 不管在環境影響評估還是在社會影響評估 你要真的提得出來有各種方案的選擇 然後選擇一個對人民或對環境侵害最小的選擇 才是重點 那為什麼我們會一直在吵區段公益性跟必要性 社子島公益性有沒有問題 其實公益性沒什麼問題啊 他剛剛不是寫了嗎 要來保障社子島的生命財產安全嗎 所以公益性講得過去啊 但是學都市計畫或學地震的人 很少好好的思考必要性 必要性在我們法律人的念書是大一必學的課程 它是比例原則 三個項目 適當必要 狹義比原則 就是你的手段要有助於目的的達成 你今天全區區案徵收真的能夠達到 保障全部社子島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嗎 問號 第二個 你要選擇所有侵害裡面損害最小的手段 全區區案徵收真的是損害最小的手段嗎 問號 第三個 你得到的利益 跟你所損失的必須要取得一個平衡點 你不能夠拿大炮去轟小鳥 你今天全區區案徵收完之後 社子島居民最後破千了 最後他們背負債務要去買這些你說的安置住宅 他們是要去貸款 去借房 去借錢 去還 但是以他們目前在地居民的收入狀況 他們可能是沒有辦法處理這些問題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剛剛一直都沒有提的 在地居民的工作問題 這裡的居民很多是乾媽甲 小吃店 然後你說我們未來會讓這些人進入產業園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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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想像嗎 工廠進入產業園區沒有問題 但是乾媽甲跟那個你們家巷子頭賣米粉湯 跟租費 租金的那個 你跟他說你可以進入產業區裡面去發展 這個好像也是有點奇怪 重點是他們是不符合進入產業區的條件啊 所以很多經濟上面的影響 他們都沒有大度考量 所以必要性的部分其實是很多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那整個社會想評估的內容其實非常繁複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參考那個 那本台大這本書的這個出版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還有我們節目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這邊是九點半一定要準時嗎 不用 不用 但是也不已經脫太晚 12點可能也沒有打算那麼晚 不好意思這個主持人 時間沒有掌控 謝謝宏妮的分享 那其實我覺得宏妮跟宜家 我們其實在談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不管是航空枕落設的道 就他要做的開發案的限制 他不是像宏妮講 他是一個好像是空白的 然後是too right 兩個人要來 完全空白讓我們玩 上面就是有人嘛 有人的各種行為 那在開發案 那你真的政府想要來這裡推行開發案的時候 你就不得不去考慮你開發案 對原本在這邊有的影響 然後有沒有可能 從裡面去找到 真正可能的方案 那但是在台灣 特別剛好講說 社會影響民物其實是一個 社會的對開發案的許可 就需要 不管是開發案 都要取得原本在地居民的 一個同意跟共識 但是其實在台灣因為 因為不管是航空城或社子島 其實都是先有一套 政府的主計畫在那邊 那他通常都是產民式的 就是反正 當原本的地道完全沒有人 那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這個主計畫在台灣的現在架構下 好像也不太需要真的取得 原本著名的討論 所以整個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不管我們剛剛這些後面的一些 操作細節 或是他的這些該被討論的課題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沒有辦法 真的被 被認真去執行 跟評估調查 因為真正的調查台灣 因為真正的調查台灣 這個主計畫根本是不可行的 但是 我們到底 在這個時候 不管是航空城或社會 在 現在這個台灣 這個時候的台灣 到底還有沒有空間 真的跟 在地的住民 一起去討論 真的是對 當然第一個 保障當原本 這些住民的 生存權 但是也可以找到一個 創造更大功利益的可能性 我覺得現在台灣是有可能的 那 但是 就看我們 再來 這兩個案子 在這個程序裡面 到底 主事者有沒有辦法 讓這個空間被打開來 所以我覺得 社會影響評估的意義 其實就是在於說 就是 我們不可能是在一個 空白的 史上隨便浪化 那到底政府 有沒有要好好坐下來 跟 所有被影響的人 找出一條可行的路 我簡單做一個小解 是這樣子 那 我想說我們 還是開放時間 讓他 有個QA 然後我們看能不能 現在時間是 9點17分 那我們看有沒有可能 在9點45分以前結束 或9點40分以前結束 好不好 那所以我想說 先開放 大家有沒有問題 或有什麼想法 想來討論的 有嗎 好 我蠻好奇 就是因為剛才在講的時候 都是講到比較多是 問題層面的 那 當然我也會很好奇 那 有沒有什麼國外的例子 他是 在 即便他沒有所決權 可是他一樣會面對到社會影響 重複的問題 那他怎麼去做 有沒有什麼國家做得比較好 那他整個 可能相同規模的案子 那他的時長大概是拉了多久 然後 嗯 是什麼樣子的國家 謝謝 就是 這位講明目有沒有好的 例子 好 那還有沒有 我們想三個問題 一起回答好不好 還有嗎 好 那我跟你們兩個想像 誰會回答 好 還有沒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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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導演航空城的部分 就是因為 往南邊不是有徵收了一個海軍航空基地嗎 然後那時候 不是你們有提說 就是 遺産航空可以設在那邊 那 為什麼話又變成說 就是要遺産到就是北邊的海岸那邊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會影響到限高 會影響到可能近北邊的 之外 那還有什麼原因嗎 好 這個是航空城 為什麼第三把洞 可能設在這個 南邊的海軍基地 好 再一個 還有沒有 來 後面那位大直高中的同學 來 看到你 我想問說 是 因為 是 因為 當然就是 因為其實 最對於 政策的問題 可以很多人提出來 可是我想要知道說 就是 關於這樣的議題 就是 有沒有 有沒有 除了 關於什麼的議題 就是 設置到或者是航空城這樣的議題 有沒有 就是除了 不做以外的 更具體的上的 行施嗎 就是 就說 跟政府不一樣的 期待方案的想像 對 OK 好 好 好 那我們先 這三個題目非好 那誰要先 好 好 讓我們 那我們 郭律師 讓我們郭律師 趕快找一下案例 好 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 到底社會影響評估 在其他地方 它有沒有 建置在制度裡面的 一個嫁接的可能 我想舉香港的都市更新的例子 就是 以香港在做都市更新來說 它其實在計劃你定之前 就會在那個區域 就是做一個 第一階段的社會影響評估 它會 就我 之前聽香港朋友說 就 以下出資個人經驗 所以 如果非常不精確的話 大家查資料 覺得是可以否證我的 就是 他們很會選一天 然後去進行敲門的活動 就是 那敲完門之後 他就先 至少先確定說 當地到底有多少人 然後從那樣子的 這個狀態裡面呢 來評估說這些人的工作 生活條件 還有他的 生活的個別 會被怎樣影響 因為他除了訪談的 他除了訪談之外 他也會進行一些觀察 但是香港的 在做這個 舊區重建 台灣的都市更新在香港 他舊區重建 的組織他們也說 其實在香港他們 很多程度上 他的這樣子的做法 他是一個非常形式化的 就是說即便是有影響如何如何 我們透過一個什麼樣子的 企業訪照顧的一個過程 你就可以消滅 消減這樣子的 就是社會的衝擊 那看看郭律師倆 他可不可以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案子 那我想要講的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社會影響這個事情 他一定是可以操作的 因為其實相關的 反正有很多的 在製作面上的說法 是一定有價值的可能 這是第一題 然後第二題是講說 那個海軍基地的部分 那我不是就是規劃那個 飛機場的人 那我只能說 他在選擇上來說 除了那個海軍基地的位置之外 其實第三跑道的位置 他是非常往北偏的 那民間場 我們其實一直主張是說 以我們的研究量能 跟我們的專業能力 其實我們是絕對講不出 比機場公司 或是比較後部更厲害的地帶方案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非常合理的主張說 除了這個目前第三跑道 非常往北的方案之外 本來在環評的過程裡面 或是開發過程之中 他就應該要選擇 有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那其實在 機場剛要計畫裡面呢 機場公司 他自己是有提出三個不同的方案 但是我們最後 在環評的過程之中 在二間環評的範疇界定裡面 最後只剩下主方案來進行評估 也就是現代的這個 大家看到很北的這個方案 那另外兩個方案有什麼好處呢 我就簡單 因為我其實從裡面的理論沒有 那我可以簡單講一下 一個的確是海巡基地案 那海巡基地它的好處可能是 它用了既有的那個 公有土地的空間 所以它的確就不需要徵收那麼多的土地 那麼多的土地 那它影響 那可是它的影響是說 就官方的說法是說 它已經就是 取消 取消禁線件 所以它的 它就說 哪款啊那邊什麼房子 是不是都蓋起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能辦法 用那邊了 這是官方的主要的規定 然後另外一個是 北跑道 就是我們三條跑道 三跑道非常北 那其實有一個 三跑道是要往南的那個方案 那那個方案的好處是 它 因為沒有往那麼北 所以它其實也不需要徵收那麼多土地 所以然後它也同 我們當時這個機場委訓剛剛要計畫的三個方案 它其實都可以滿足 我們機場的發展 所需要的這個客貨運的行業 運量這樣 那總之其實民間團體 不可能提得出 到底什麼樣是最好的方案 但我們絕對有立場來主張 跟當地區民一起來主張 說是不是應該研究一個 你同樣 假設我們不挑戰你這個開發的 客貨運量合不合理 那你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案的選擇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我忘記了 我先講一下說 目前就是社會影響評估在國際間運作狀況 基本上台灣現在所有的離岸風機的發電的 這個所有的開發案 全部都要做社會影響評估 但它不是對台灣的政府做社會影響評估 它是對它的貸款的國外公司去做社會影響評估 因為我剛剛說了 赤道原則它是非自願性的 由各個融資機關就是融資的機構 它們共同組成一個團體 然後去參著就是國際金融機構 它們所擬定的一些 我剛剛講的八個績效標準 還有這個DHS的那個規覽 去審查你這個開發行為 有沒有符合這些我們希望你達到的指標 還有一些風險的評估 所以說還有一些特別的行業 它們自己為了要達到融資的條件 它們自己也會擬定更嚴格的標準來滿足這個條件 比方說水力發電的國際的水力發電協會 比方說國際的礦業金屬業工會的協會 比方說國際的石油工作環境的保護協會 因為它們的產業特性就是 它們勢必會被銀行高度的挑戰 它們的這個社會影響的標準 所以它們自己內部就訂定了一套的就是說 你自己要先符合我們自己的標準 你才有辦法去融資 那通常你符合我的標準你去融資的話 就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你不能說哪一國比較成功 因為基本上你只要跟那一個 有簽訂資料原則的金融機構貸款 比方說在我國 如果你跟國在世華借錢 你就要符合它那個資料原則的規定去做 所以說像那個出事情的那個租貸 它其實也有做環境影響評估跟社會影響評估 那還有像是國外比較重大的一些水利工程的那種 比方說竹水坝或者是水利拔電 它們也都有這樣子的 那會依照它們的困難度 有的可能是長達七年 而且它們是會有一個專門的一個團隊 是比較偏向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團隊 去進行當地的考察 然後去提出報告 然後再去做更細緻的風險 風險評估跟規劃 它是要你用 我剛好列嘛 它有一個績效標準 一就是有一個風險管理的框架 它要依照那個框架去管理所有的風險 所以其實現在各國你只要是要用到國際融資的情形 基本上它們都會做社會影響評估 那台灣為什麼會不用做社會影響評估? 幾個原因 一 我們不向國外借錢 二 我們區段徵收就可以賺很多錢 所以我們就不用做社會影響評估這件事情 那後面在續話的事也只在考生政府 但是確實啊 我們用區段徵收的理由 就是因為財務不足啊 財務自足啊 所以當他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他就不需要貸款啊 可是如果他今天需要貸款的話 他今天就也要面臨他跟誰貸款的問題 那最後也是跟你說一點就是 台灣並不是所有的銀行都有簽署事到原則 或假如事到原則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我們怎麼想設置到的這個替代方案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給我們一個符合現代聚落的一個都市計畫 讓我們就地了就可以潔淨 因為沒有都市計畫我們沒辦法發展 都市計畫跟西部計畫它是要搭配在一起的 但是開發手段不一定要選擇全區區段徵收啊 現在有很多種開發手段 可能就是有一些你們可能聽過 比方說都市更新啊 市地重畫啊 或開發許可啊 或者是你用這種其他的土地整合的方式去做到開發 你就不需要透過全區區段徵收的方式產品 試著把整個聚落紋理跟歷史紋理文化脈絡全部毀掉 所以居民們其實要求非常簡單 就是你只要照現在既有的聚落紋理的輪廓 去擬定一個適合的都市計畫 然後讓居民可以自主地去改建整修他們自己的方式 去改善自己的環境 基本的公共設施 本來就是你台北市政府該做的事情 而不是用區段徵收跟居民說 對不起 我沒有錢做基本建設 所以我要區段徵收 那這樣子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基本建設開發案 都要區段徵收了 不是嗎?這樣才公平啊 所以說有一些想法上面 居民們會偏向你就保留我們現在最好的一面 然後開發手段讓我們有多樣的選擇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往前進 而不是採取一種全區區段徵收的一種 抹平式的這種開發方式 我稍微補充一下就是說 一個是這位朋友的問題 其實社會議長民工那個調查 基礎調查本身不是太難的事情 其實任何大學社會系 或者你會做社會調查的人或團隊 基本上你譬如說航空省 我們也不過就是六個億 其實也四分之一的大園區 坦白講這個範圍你要說大 你不是真的很大 你真的譬如說航空省 你要做基礎調查 也許花了半年一點很多所長就有下去 那透過好的研究辦法設計 那要把它完成調查 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但真的困難的事情 就是像郭律師後面講的 整個社會上的民工 其實是一個取得共識的過程 那後面這個要花多久的時間 政府有多大的啞量 或是到底把民主多當一回事 願意坐下來跟居民 幫忙談出來 這個就需要他們的大文化 但是包括很多國家這種 重大攻募層 這種公眾徵詢的程序 花個3.4年先搞定 然後才把方案弄下去 這種像譬如說英國 它有一個公共諮詢的一個機制 類似這種 國外實際都有很多 那就是看 大家還是要把問題放在前面 放在後面 一個是這個回應 那替代方我覺得 大概他們兩位 已經算講了 應該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嗎 我簡單補充一點 我簡單補充一點 剛剛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其實有一個項目是 開發單位他們需要設計 一個諮詢跟申訴的制度 就是說你今天不滿的時候 你是可以來跟我申訴的 就是我不需要回答你的問題 而且我不需要滿足你 你今天之所以對這個開發不滿的 這個到底原因在哪裡 那諮詢就是他們甚至有的 在比方說礦業的一些規範裡面 它要求你使用當地的語言 以及他們可以了解的 就是以他們自制水準 了解的語言方式 去表達你的開發案 簡單來說 假如這邊的交易水準 就是國中程度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國中程度的語言 去告訴他們說 這個開發案是怎麼一回事啊 而不是說你高高在上面 用一個政府的態度 然後去跟他們講說 這個開發案是怎麼 健庇率容積率什麼什麼 他們聽不懂的 對 所以在很多的開發案裡面 他們的規定是更細緻的要求 你把資訊正確的傳達到居民 然後讓他們能夠回應你的問題 去申訴你的問題 這都是在制度設計的理念 好 那再開發案一輪好不好 後面這位朋友 請問一下有關設置導開發 這個案子到底是 設置導居民所發起的 還是這個所謂的台北市政府發起的 然後發起了之後 然後到現在 我很想知道 設置導當地的居民 他們到底 對他們的明天要什麼 想清楚了沒有 好 還有沒有 來 謝謝大家 我是要請教就是 就是 也算是不應當郭律師的 講到說就是 不管是區辦徵收 還是說是 像環境獎金服務 然後對於當地的 民眾的一些 有沒有尊重到他們的意見 還有就是說 有沒有去問他們的意見 還有甚至他們有沒有勝出的 其實那 我 我是有稍微 所以我剛剛有稍微好奇 這是我們現在的 國內的 都市設計審議的制度裡面 那我剛剛有稍微翻一下 像現在 內政部民間屬於的 都市設計審議的 注意思想裡面 那 簡單講他就是 他有提到 挺多者提到說 就是 好像 現在辦理都市設計的機關 他們在審議的時候 只是 只有在必要的時候 去問一些像是學校啊 或是一些 民間專業團體的人之類 但是好像就是沒有看到說 有任何民眾參與 這樣一個審議 一個設計 這個我很好奇的想問 現在 有沒有國內 有沒有任何的民間團體 或是任何的力量回去 推說 希望可以讓這個 民眾參與 都市設計審議 在類的制度 去建立起來 謝謝 好 還有嗎 我們再一個問題好不好 好 前面這位還有 我想比較理智就會 就是 就你們了解 想要 拉皮啊 整建的 跟 重建 都根的比例 大概是怎麼樣 再來是 內湖早期也是 今天很記得 七年 他因為用頭基本上取詞之前 還有 松安機場的航道限制 所以 內湖漸漸七年 然後後來就是 別人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 反差上我覺得很錯 但是 但是 但是比較下來的開發 就是 我覺得某些人也是希望 有個內湖科學人區 創造台灣的經濟發展 跟現在的士林科學園區 他們要和科教館啊 或是楊明大學有些合作 所以 那是我阿嬤以前住完一天 被整首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 但是 我現在看到很多那些工程 就是從 台北市 很多公共工程的廢土 都往士科那邊填過去 所以現在看到 屈原工一定 二樓一定變一樓 那 視野很好 大家歡迎去 那個士林科學園區 北頭剛化爐那邊走一走 好 那看起來 大部分都是 除了第二個問題 是針對內部 其實是 組織計畫的 公民參與或公共參與 或是其他關係 其他兩個都是 跟社指導相關 也許華麗姐 或是哪個公共大人 也可以 只可以一起回答 紅衣先好 好不好 來 我理清一下第三個問題 你主要想要問的點是 就是 就是 他們期待的開發會怎麼樣 他已經回答你了 他期待開發 好 我 比例喔 好來各位 第一個是 我們從來沒有做過基本調查 所以我們不知道那個比例 但是 至少我們知道目前反對的比例 這個 贊成 我們應該講 贊成開發的比例是多少 3.66% 對 贊成開發的比例是3.66% 然後 反對區範徵收的 在最新的這次統計是42%左右 所以說他們的想像上面 對於 過去一開始在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其實原力改建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40% 40% 那 區範徵收是第二 那 他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社子島呢 就是第一位先生問的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 一個大災問 因為 一我不能代表社子島居民 二 社子島居民其實對於他們自己的空間 有沒有一個共識跟想像 其實不太一樣 才會有今天促進會跟這個自救會的對立 但是這個問題就會變成是一個價值取捨的問題 就是 要的到底是土地的價值的利益 還是你要的是一個居住環境 好的居住環境 甚至是跟台北市可以相容的一個好的居住環境 我以最近的這個溫度來說好了 最近有一位先生他常常在自救會問 台北今天多熱 然後社子島今天多涼 就是他去做一個反差 就是告訴你說 在熱島效應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把社子島完全變成水泥化的話 其實台北市 以台北市是盆地的狀況來說 台北市未來勢必會更熱 因為社子島它本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陳其中老師講過一段話 就是他說農地其實它內部的環境效益 遠超過於它外部生產稻米的價值 因為農地它可以調節氣溫氣候 又可以蓄水又可以解決這個土壤 這個儀化或者是鞏固整個地下水層的問題 所以農地在社子島 現在社子島大部分是農地的狀況下 其實社子島扮演著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就是它調節了台北市的整個氣候環境 也就是說在氣候邊境上 它有它一個重要的地位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 因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氣候環境 我們就限制社子島居民的發展 而是我們要給它多合理 多麼大的發展才叫做合理的發展 這才是我們現在要找的問題 社子島開發的這件事情 其實早在吳伯雄前一位是誰啊 高玉樹嗎? 好像是高玉樹吧 應該是高玉樹市長的時候 其實就有說社子島是不再開發的 可是到後來開始 吳伯雄開始之後就開始希望在社子島 成立所謂的就是它希望把台北市的八大行業 都集中到社子島來做開發 所以台北市政府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一直都在笑想要在社子島 就是讓它變成一個產業園區 或者是從一個娛樂園區啊 八大行業啊 然後賭博區啊 然後就是慢慢的就開始有台北曼哈頓啊 然後台北威尼斯啊 這種口號出來 所以市政府一直在主導這個開發案 社子島居民有沒有想要 有 當然有 但是他們喊出來 其實在黃大洲市長的時代 就已經有一個六公尺高的都市計畫和西部計畫 但是當時跳出來抗議的理由是因為容積率不夠高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為什麼當時可以做好的事情 現在還是做不好 爭點不在於居民覺得環境不對 爭點在於利益不夠 那有些人覺得我這樣子就好了 我要的就是一個台北的鄉下的農村生活 至於現在有很多人會提出一些說法 就是說你看社子島現在違章建築這麼多 違建這麼多 污染這麼嚴重 那各位 工廠管理輔導法不是在處理違章建築嗎 污染的法規不是在處理污染問題嗎 那違建的問題建築法都在處理啊 那今天完全台北市政府放任社子島 這三大問題都不解決 然後告訴你說 只有全區區案徵收 我們就可以一口氣把這些問題解決掉 各位覺得這個不會怪怪的嗎 因為它原本就有法律可以解決 但是你放任的不做 然後拿全區區案徵收來作為解決這些問題的理由 那這就是一個比較吊詭的情況 那社子島之後有沒有自己的願景 有他們希望保留現在社子島還是比較鄉村型 然後也是低建築的一個空間跟環境 讓綠地也可以保存 就是農業的狀況 當然農地的地主可能不見得他還希望是農地的地主 這個大概大家應該也是有點sense吧 因為農地都變出來去 所以你去問農地的所有全人說 你願不願意繼續耕種 他會回答 不願意啊 但是 在農地上耕作的是所有全人嗎? 對啊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啊 因為 很多都是他把地租出去讓人家跟蹤的 他們是靠這個電農的身份來做 來使用這些土地的 那這個其實在其他的案件 比方說竹東正也一樣啊 農地他們就想要翻倍啊 只要變更地物就 價差就不一樣 但是農地生產的環境就會 面積就會大大減少 以至於農夫的產量 根本不足以應付他一年的收生啊 這都是同樣的問題 所以最後到底要問 射島居民要什麼 我沒辦法回答全部的射島居民要什麼 但是職業會的居民很清楚的知道 他們要的是一個 符合現在一個聚落的文理 然後該被清除掉的 該被淘汰掉的 污染環境該被恢復的都恢復 這樣就是一個他們適合他們居住的地方 這樣子 我想簡單的補充一下 那個關於都市計畫民眾參與的議題 那其實在目前的空間法制裡面 民眾參與比較早可以開始進入的 應該是新的國土計畫法 不過因為這個 是在完全超過今天的範圍 那我只是想要講說 的確就是我們都市計畫民眾參與 有蠻嚴重的 有蠻困難的 有蠻多的選擇 因為都是在計畫做好之後 進入這個審議的階段 民眾才能用這個民眾 陳情意見的方式來表達 那當然目前的計畫 他基本上都會給一個回復 可是這樣的回復 通常已經沒有辦法涉及計畫的 就是通盤性的變更 那有沒有可能在更早的階段 就是在整個計畫 形成的這個過程之中 就讓民眾的意見 進入這個都市計畫的流程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關鍵 那其實因為我們都市計畫法 它也是一個免久失修的法律 那它基本上比較像是一個行政部門的 作業準則 就你應該要是做什麼再做什麼 這樣子的原則 而不是去談說 都市計畫它作為一個 調節大家在這個都市空間 生活的一個規範性的東西 我們應該要關注到哪些的利益 應該要關注到哪一些的面向 這樣子比較價值性的考量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也是不少民間團體 應該包含在座兩個環境團體 跟台灣人的租金會可能下一個階段 在空間議題上的目標 那這個課題 就是遠遠超過我們今天的討論 是不是大概會回應到這邊 國論可以講一下 他去設置到的承諾一些狀況 其實這幾題是扣在一起的 就是說 整個台灣都市計畫的法制 就是連 它整個計畫 既都委會審議的這個開放度都很低 民眾去要發言一次子的十個代表 正反中的十個代表 然後相關的這些文件等等 其實是去論外都做得很長 現狀是這樣子 那我們講其實包括 或是我們在座很多相親講 甚至到光是這一塊裡面的人 他就會有各種不同的想像 各種不同的厲害 那當我們要處理這個地方的都市計畫的時候 其實就是需要在最前階段 有一個基礎真的是讓大家坐下來 談清楚 把這裡的有哪些課題談清楚 大家想要什麼方式談清楚 那也許有一個 然後有一個去 可能是政府 那可能也許是一個 什麼樣的參與機制 再去考慮一些 其他公共利益相關的課題 把這方案找出來 但這樣的過程 在台灣的都市計畫法制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就是 就像人家剛剛講的 就是 現在整個是災難 像黃婷姐 上次那個 設施島西部計畫 要進去還不能進去 要替個陳廷書 我們外面喊半天 差點都要打起來 才勉強進去送陳廷書 現狀是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還要再努力 把都市計畫的這個 如果按照徐世偶老師的話 這個洩炎的狀態 現在我們要把它打開 那真的還需要大家放很多力氣 也很需要大家繼續關注 我們現在還在喊 我們希望在這個都市計畫裡面 要有聽證 在這個環評 或者是眾大人間要有聽證 可是德國他們現在的法治 已經完全走向是一個 我們的行政計畫 是在做一個溝通的過程 他們是以溝通 作為他們行政治理的目標 其實是走向那個 路過度法政學的話 就是哈佛馬斯的那個溝通 行動理論的想法 所以他們整個在行政管制上面的想法 完全完全就已經跟我們不一樣了 那我們現在還停留在 給我聽證吧 這個階段 所以我們現在的情形還是非常非常多厚 好 那 我想說我們先 等一下 結束之後大家要各自交換一些 我們還可以有一些時間 然後 我想說我們提問先 這兩輪 等一下大家歡迎相互交流 那我想說 有沒有需要介紹一下自己團體 講一下今天三個團體 好我介紹好 那今天我們三個團體 一個是他們的新竹生態學會 那 大家可能認識這個協會是那個 文露斌先生 那個外國的老先生 主要是 主要是在做白海豚保育 然後我是那個環拳會 環拳會就是 簡單講 就是現在在協助很多這樣的個案 那當初是因為 中部科學研究第三期的一個訴訟案 而成立 好 然後 排拳會 然後讓民家自己介紹好 好 謝謝 這個 排拳會是 我們是1984年成立的 民間團體 所以是在解研之前 那早期是關注那個 政治犯的救援跟民主化 那我們現在是綜合性的 就是 人權團體 除了關注居住 全革土地開發之外 就還包含就是 大家可以上屆抗議的權利 比如然後 或者是 那種被強制送醫的 就是人身自由 或是網路自由與隱私 和大家最近比較紅的 就是那個 晶片身份證的議題 那再來還有 我們也關注就是 難民跟無國際 包含就是 香港來的 就是抗扎者 他應該要被如何庇捕的議題 還有外型工 跟勞動權這樣 那 借我工商時間 就我們那個 門口那邊 有這個綠色的小折頁 如果大家想要認識 更多財全會的話 在離開之前可以帶走 但是我們 三個團體 基本上都是 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和關注 所以你離開的時候呢 也非常歡迎大家 大家就是在我們臉書的這個粉專領的讚 然後如果看到 賺款資訊 覺得還OK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 用力的抖內 因為可以 折理你們的睡圈這樣子 好 好 因為今天其實這場是 是抬旋會主修的 所以我讓他介紹得清楚一點 好 那我想說我們正式的時間 就先到這邊 但是也 我們應該會 在這邊待一下 所以他如果 還想交流的話 然後 我不知道只有五有這個 傳統嗎 有要合照嗎 好 那 沒關係 我們就 對對對 那我們就 這場 就很謝謝大家參與 那 歡迎 謝謝 謝謝 然後也謝謝 你們今天是否好 謝謝各位 開心 一起來參與 好 謝謝大家